文盲国王妻妾成群 催人类下的情诗或情书 其中吴越国王钱留写给爱妻无事的七字情书 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那么这是怎样一封内容简单 却能体现感情真挚的情书呢 钱留生与瓦唐是杭州邻安人 早年间以贩卖私言为生 在这西镇恶史亡影作乱期间 跟随时进都镇江董昌评判 由此进入军界 在此后数十年间 钱留由于抵御王朝叛军 平定董昌叛乱罗 逐步占据以杭州为中心的两这十三州 并被唐朝封为孤王 圣海镇东两镇节度时 成为江南极有影响力的藩帅 钱留是吴越国开国君主唐朝灭亡后 钱留被后梁太祖初温策封为吴越国王 建立启办独立政权 不过钱留是一位非常明智的君主 考 律到吴越国小民寡 强敌环次 所以从不肯衬皇帝 而是接受中原王朝的策封 以此来获得对方的援助 维护独立地位 后唐长兴三年九百三十二年 钱留红氏于杭州 中年八十一岁 嗜好魏武素 钱留一生妻妾成群 其中最受他宠爱的 莫过于发妻无事 无夫人是杭州安国县吉林安人士 生于官患之家 其父母重心官至这期观察盼管 由于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 家之相貌绝美 知书实力 所以吴氏很早便成为高门子弟 竟想追逐的对象 然而他最终下甲的对象 却是私言贩子钱留 钱留在微贱之时 取吴氏为发妻说起二人的结合 这里面还有一段趣闻 当初钱留向吴家提亲时 吴仲心夫复决的 他虽然性格扩大 但从事的却是容易掉脑袋的危险工种 所以准备拒绝他 就在此时 吴仲心的大哥 却帮助钱留说好话 称他相貌不凡 将来必成大器 吴仲心拗不过哥哥 最终才答应这门亲事 庄牧夫人无事 安国县人也 傅仲心 这些观察判官 雷子立不上书 出五祖王一婚 仲心家贤以王扩达大度 不是产业 将不许 而夫人是夫妇之人之见 故去成年 见识国春秋郡八十三 吴仲过门后 跟丈夫一常的恩爱 婚后共戴于十三个儿子 真可谓超级多产 不仅如此 吴仲孝公婆 孝子有方 是个为人所称道的贤妻良母 贤留生性严厉 动辄为一些小事便大动肝火 而每每在这个时候 吴仕便会对他恩言劝慰 由此让钱留既爱且敬 吴仕进入钱家后 非常贤惠等到钱留发气后 又陆续娶了很多妾室 无形中对吴夫人形成感情伤害 但对于钱留的妾室 吴仕将他们视作姐妹 对于非亲生孩子 她也是视若己出 体现出难得的高风亮节 虽然钱留妻妾成群 但她最爱的依旧是发妻无事 这在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端倪 吴夫人因为梁家在临安的缘故 所以每年寒时节 必然会归家小住几日 然后再回返杭州 然而有一年 吴夫人回家后却迟迟未归 让钱留甚是思念不已 在煎熬多日之后 文盲国王钱留在幕僚的帮助下 前五宿王幕布之书 见乡组笔记卷二 给夫人写了一封书信 并派人快马加编的送往临安 七字情书感情真挚 催人泪下 实在是令人叫绝说是信件 其实却是一首情诗 内容只有七个字 墨上花开 可以缓归 意思是田间切墨上的花都开了 夫人可以慢慢归来吗 吴夫人看到书信后 心中既感动又甜蜜 于是马上收拾行装返回杭州 不久 这首诗在外界开始流传 识人在赞叹感动的同时 将它编成歌曲传唱 直到明末清初依然在流传 夫人 夫人每岁春必归 以锦军以为恒 五宿王语之曰 墨上花开 可以缓归 识人用习语以为歌曲 至今传之 引文同上 十国春秋的作者 吴任辰生活在明末清初 到了北宋年间 大文豪苏氏在杭州作刺史时 在听到这首歌曲后大为感触 于是即兴创作名为 墨上花的三首奇然绝句 这组诗感情稀完 韵味深长 其中第三首最妙 也最能触动人心中 生前富贵草头鹿 身后风流墨上花 以作迟迟君去路 由教还还妾还家 吴氏嗜好为庄墓 所以后世称呼她为庄墓夫人 吴氏 生前被中原王朝策封为宴 进二国夫人 在吴越则被称为正德夫人 在与丈夫相守数十年后 最终于后 梁真明五年 九百一十九年 十一月红氏 中年六十二岁 因为他去世后的嗜好为庄墓 所以世间称呼她为庄墓夫人 十三年后 前流也去世 临终前下令跟吴夫人合葬 史料来源 十国春秋 相组笔记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资质通鉴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则任边 即 资质通鉴返回搜狐 资质通鉴返回搜独